中國的全國人大會議將於本週五在北京召開 持續一個多星期 預計香港議題將是會上重點議題之一 香港晉會大學教授高靖文預估 兩會可能考慮改變香港的選舉制度 確保只有親北京的愛國者治港 中國政府當然很不開心 批判在香港 特別是香港的公司 或者北京的公司 像夏巴龍和其他人 但同時 我沒有看見北京回復 我沒有看見北京作為那理由 所以我認為 北京會嘗試表明香港是中國的地方 而國民主黨是主席 所以大家都有進行線 北京自去年夏天起 在香港實施國安法 對香港的打壓近乎嚴酷 本星期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 因參與去年立法會初選被警方正式控告 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自星期一被帶上法庭進行馬拉松式提堂 在香港西九龍法庭外 在香港西九龍法庭外 許多民眾幾天來展現了對被控活動人士的支持 這班人是明顯地被政權去打壓 這個是很明顯的 這47個人也都代表了香港的制度被打壓 因為他們是參與一個我們一般人 在台灣 數十名民眾在街頭抗議港府控告47名民主人士 抗議者表示台灣與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現場也有在台灣求學的香港學生參加 47位立法會初選參選議員 他們也只是想要在體制內 替香港人擋下不義的法案 香港人還在抵抗 台灣人作為同樣有抵抗威權的歷史的民族 我們不能退後 我們跟香港人站在一線 作為抗爭者的我們 我們不會放棄 即便我們跟香港有728公里的距離 但我們的決心跟我們的意志 我們會繼續支持與香港的手足 與他們同行 直到歷史宣判我們無罪 美國之音新聞報導